香港娱乐大亨林剑岳迎来67岁生日 这些年林剑岳趋向低调 虽然有稳定交往的女友 子女也成群 但也没有要大肆庆祝的意思 当然 她无心要庆祝一番 不过有心的子女总是不会忘记这一天 无论身在天南地北都会为她庆祝 这里说的是她的长女女子 林田 她是专程带着家人从国外赶回香港 为林剑岳庆生的 林剑岳的长女林田 是香港知名的社交名媛 也是一个非常注重仪式感的富二代 基本上各种节庆 生日 她都会庆祝一番 所以为父亲庆生 或许有人会觉得是例行公事 实际上 这还真不是 为了给父亲林剑岳庆生 林田是专程与丈夫从国外赶回香港 她自曝就停留了三天 也就是72小时而已 之后就要马上离开 事实上 在给林剑岳庆生之后的第二天 她就现身在了澳大利亚 可见此次回香港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为了给父亲庆生 林田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为林剑岳庆生的照片 她与丈夫订了一家餐厅 在此庆祝 意外的是 林田并没有订包厢 一家人就是在餐厅的大堂用餐 从餐厅的环境来看 这是西餐厅 餐厅摆放的多方桌 而且林剑岳坐在边上 说明到场庆祝的人数不多 林田的弟弟妹妹们 应该都不在场 合照的时候 林剑岳的跟前 摆放了一个熔岩生日蛋糕 蛋糕上面有一块巧克力牌 写的是 生日快乐 公公 以此推断 只有林田一家 为林剑岳庆生 在场的还有她一子一女 也就是说 林剑岳是三代同堂庆生 只是出于对子女的保护 林田没有晒出 子女与外公的合照 林田挨着林剑岳合照 她的一只手挽着林剑岳 另一只手搭在林剑岳的肩膀上 展现出的就是妇女情深的一面 而林田的丈夫 半弯曲着身子 在最后面 林剑岳当天的状态很好 头发已经全白 但神采飞扬 穿了一件荧光黄色的条纹衬衣 瞬间看起来就年轻不少 她展露出了笑容 一脸幸福 还别说林田儿与父亲 在外在轮廓上 还是有几分相似的 而桌上除了有蛋糕 还有寿桃包与啤酒 想必林剑岳是相当尽兴 难怪喝得脸蛋通红 林剑岳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 其中与前妻谢玲玲生了两个儿子 三个女儿 与前女友生了一丝生女 六个子女中 林田儿是最让她省心 并且最自豪的一位 所谓子女大了不由人 林剑岳本就很忙碌 更无暇照顾孩子 就任由孩子自由成长 所以六个子女中 只有林田儿结婚 并且生了一子一女 让林剑岳做了外公 更重要的是 林田儿非常孝顺 还嫁得好 嫁给的是香港烟草集团 主席何国柱的儿子何正德 何国柱在香港 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富豪 比肩林剑岳的家族 两家门当户对 联姻就是亲上加亲 至于她其他的孩子 最小的私生女才20岁出头就不说了 其他的孩子都年过30岁 但都没有结婚的打算 尤其是长子年过43岁 仍未婚 回头再来说林剑岳 她绝对称得上是人生的大赢家 虽然是数出的孩子 却依然继承了家产大业 一跃成为了娱乐大亨 这多亏了她 有一个强悍的母亲于宝珠 于宝珠是林百姓二房的妻子 林剑岳就是二房的儿子 按照传统 产业理应由涨房继承 但因为于宝珠 是陪着林百姓起家的妻子 而林百姓对于宝珠这一房 又宠爱有加 所以大业都给了于宝珠这一房 于宝珠就只有一个儿子林剑岳 林剑岳就继承了家业 从制衣商人变成了娱乐大亨 林剑岳事业有成之余 私生活也多姿多彩 林剑岳年轻的时候是花花公子 八十年代 娶了台湾女星谢玲玲为妻子 两人生了三女两子 其中一对还是龙凤胎 不过林剑岳年轻的时候 喜欢沾花惹草 与谢玲玲在一起的时候 又追求过王祖贤 导致婚姻破裂 离婚后 她的感情生活依然丰富 还与台湾模特生了私生女 之后女友一患又患 在潇洒跨活了多年后的今天 林剑岳的画风转换了 开始追求安宁与稳定 享受天伦之乐 身边有交往固定的女友 六个子女又很孝顺 老母亲与宝珠还健在 而本人也变得慈祥起来 回头来看林剑岳这一路 根本就是什么都拥有了 谢玲玲从小长相清秀 长大后更是一个风华绝代的大美女 她是童星出身 参演过婉君表妹 我女若兰等影视剧 并获得两届金马奖最佳童星奖 这就是对她实力的一种认可 为了寻求新的发展 谢玲玲把事业重心 从台湾向香港转移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在香港遇到豪门公子林剑岳 林剑岳是富商林百新 和二太语宝珠所生 对财貌双全的谢玲玲一见钟情 进而展开热烈的追求 通过不懈的努力 她终于获得女神的芳心 交往一段时间后 两人于1980年结婚 嫁入豪门后 谢玲玲淡出演艺圈 以家庭为重 她积极为富家开枝散叶 接连生下五个儿女 在豪门中站稳脚跟 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孝顺公婆 尊敬丈夫 疼爱孩子 深得公婆的认可 男人有钱就变坏 林剑岳作为豪门公子 也不例外 她和谢玲玲度过婚姻的甜蜜期 不时和外面的阴阴艳艳 传出绯闻 对此 谢玲玲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到丈夫送两千万豪宅给女星王祖贤 还计划和她离婚 迎娶王祖贤进门 让谢玲玲对这段婚姻彻底失去了信心 林剑岳母亲于宝珠 是一个精明强势的女人 虽然她只是林百新的二房太太 但是她陪伴丈夫白手起家 在家族中的地位不可替代 林百新离世后 把财产都留给了于宝珠 见到儿子想抛家弃子迎娶王祖贤进门 于宝珠和林百新坚决反对 在父母的干预下 林剑岳最终和王祖贤分手回归家庭 破镜难缘 此时谢玲玲在和林剑岳的婚姻中看 不到希望 萌生了离婚的念头 虽然于宝珠竭力挽回儿媳 奈何谢玲玲去意已绝 不得不作罢 1995年 谢玲玲和林剑岳的婚姻走到尽头 两人签字离婚 在婆婆的助力下 谢玲玲拿到五个儿女的抚养权 还获得四亿港元的分手费 于宝珠更是对外放话 这辈子只认谢玲玲这个儿媳 嫁入林家那段时间 谢玲玲和婆婆与宝珠关系融洽 就像亲母女一样 婆婆还会带着儿媳视察公司 亲自交儿媳经商 这就是谢玲玲受到附加重视的一种体现 和林剑岳离婚后 谢玲玲一如既往的孝顺于宝珠 在婆婆的每个生日 她都不会缺席 还会给婆婆敬上一碗媳妇茶 林柏心离世时 于宝珠陷入无穷无尽的悲伤中 谢玲玲陪着婆婆走过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越来越受婆婆的器重 离婚并没有让谢玲玲元气大伤 反而活得越来越惬意 她是一个优雅的女人 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和林剑岳已经离婚29年 一直没有再婚 她是一个有钱有貌的女人 身边不乏追求者 为何一直没有再婚 谢玲玲是一个传统的女人 嫁给林剑岳时是计划和丈夫过一辈子的 而林剑岳在婚后的行为让她伤透了心 不再相信世上还有真挚的爱情 这是她一直没有再婚的原因之一 林家是香港有名的豪门 谢玲玲能在离婚时 获得五个儿女的抚养权和四亿港元财产 这是于宝珠为她争取的 身边有五个儿女相伴 不缺钱财 她已经很知足了 如果她再婚 势必会给五个子女带来不良的影响 也会让于宝珠失望 为了大局着想 她不再婚 维持当前的状态是最佳选择 离婚后 谢玲玲找到新的生活方向 那就是向商界进军 她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女人 抓住房地产发展的黄金时期 投资多个房产 获得丰厚的利益 二十多年过去了 她名下的资产 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早就是一个商界女强人 此时的她更不愿意再婚了 和谢玲玲离婚后 林建月在林百新和于宝珠的干预下 一直没有再婚 不过她的绯闻不断 恋情发展了一段又一段 在外还有一个私生女 林百新离世前 指定林建月为接班人 按照当前的形式 林建月以后退休时 应该会从和谢玲玲所生的五个儿女中选择接班人 毕竟这五个儿女 在豪门中是名正言顺的婚生子女 如今谢玲玲有钱有闲 儿女孝顺 备受婆婆的疼爱 活成了不少女人羡慕的模样 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敢于挣脱豪门的枷锁 去追求崭新的生活 活出自我 同时 她的情商和智商都在线 和婆婆维持良好的关系 让自己和五个儿女 在豪门中立于不败之地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